今年是民族英雄郑成功诞辰400周年 海峡两岸陆续举办各种纪念活动 但一段时间以来 民进党当局频频抹黑郑成功 岛内舆论指出 究其根本是台独史官作祟 民进党推行去中国化疑惑无穷 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两岸同胞要合力铲除台独史官这颗毒瘤 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和文化根脉 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推行去中国化 大搞文化教育台独 利用台独史官毒害台湾民众 特别是台湾的年轻一代 企图割断两岸历史与文化血缘 鼓噪岛内对立分裂 制造两岸同胞心灵隔阂 为台独铺路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 亲戚法理事实清楚 绝大多数的台湾同胞包括少数民族 都是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从大陆迁居过去的 大量的史书文献 记载了中国人民开发台湾的情景 最早可以上述到三国时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10月25日 中国从法律和事实上收复了台湾 1949年以来 虽然两岸尚未完全统一 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 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 从未改变 台独史官歪曲历史事实 背弃民族大义 是彻头彻尾的谎源 是蛊惑人心的毒药 充分暴露了台独分子 任殖民者侵略者为父 除点忘祖自断根脉的恶劣本性 台独从来就不是历史 也不是现实 更不会有未来 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操弄 都改变不了两岸中国人 同根同源 同文同种的历史和事实 斩不断连接两岸同胞的中华文化纽带 抹不去台湾同胞选脉当中的中华文化基因 两岸同胞要合力铲除台独史官这颗毒瘤 要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和文化根脉 是